哈喽大家好,我今天要去个地方 就是昨天我去的一样地方 今天是过年第一天 今天是中国新月的第一天 前面还有卡,不准备的衣服 我去到一个地方,我去到昨天 很浪费吧 因为在那里有一个中国新月的活动 一个过新年初一的活动 这就是一个人过的日子 无聊 无聊这么容易吗? 有女孩子在旁边会比较烦 因为无聊的,有很多事情我们都可以做 哼,更迟,我不是个浪漫的人 所以我来到这里,所以我叫他 很多人在这里 吃的,喝的,玩的 这是一个祝福新月的祝福 客家先烤的 有很多东西我之前没有吃过 我不准备买什么 有很多东西,所以我需要买 我不会选择 我不会选择 Cricket 我以为只有泰国勇而已 那么敢吃吗? 这里要可以骑吗? 有人拉脚就不好玩了 你带着你? 你带着我的家 这不是不玩的 我不喜欢有人带着我骑嘛 我骑过马的好不好 在美国骑过马 好,在大便 是很多 这里有很多人 有很多汁 不知道要买什么好 太多选择了 其实在这里有90%的东西 没有吃过的 已经有很多东西 我从来没有吃过 好,这个一盒 好啊 多少啊? 一块一块一块 我现在要买一些鱼 你要买鱼 你要买鱼 买鱼 一起 哇,现在都肉体吃了 怎么吃都完啦 买鱼鱼不太大 臭豆腐 真的很臭 没有吃过臭豆腐 敢吃 我真喜欢吃榴莲 你吃每条鱼 先找一个地方 帮我来吃 就 Schritte 吃 所以这就是饭 我没有吃这个之前 吃加加加加加少量的 好像在鱼 这就是鱼 这就是假裳 用啊 这就是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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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完了,口渴了 先丟掉,先找个垃圾,看你买个辣椒 这个是桃皮,然后放开 这个挺好喝的叻 飲品很好,过得很棒 有好喝叻,我要买一杯 这个是青梅玲珠 啊? 青梅玲珠 好吧,这个哦 青梅加玲珠 青梅玲珠 要下雨了哦? 对啊,下大雨了 要得办 走吧,赶快坐起来 找店家做的事,谢谢 谢谢 谢谢你,见快乐 见面快乐,拜拜 谢谢 昨天我来的没人怎么热闹 今天怎么热闹 今天怎么热闹 今天是这么热闹 今天是非常忙碌 最多人来到这里是地区 他们那边有节目 去看看是什么表演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哦 我昨天没有看过哦 是我第一次看到哦 你知道,让我申请小妈妈逛佛桥 然后,有这个词词 第一次到我的心 看到了 一坑在黑里 我觉得热闹 你这么一停了 真好 前面有表演的 表演的 他会准备演出 这88 他做一些表演 好,來,他買 買 整粒好 像我們人在喝茶這樣 滾了就一粒,滾了就一粒 來,我現在多兩粒 這樣好不好 好,再打一顆,破壞一下 這個 你如果看人家路邊在胎爪 齁,胎爪 你這個都做得太多 哇,講了這麼多話 到現在 都沒有表演到什麼 一直想車子檔 到現在沒有表演到 看的東西,我和你交費做朋友 啊,你不可以看人家路,對嗎? 啊,你不可以看人家路,對嗎? 無聊死了 講這麼多廢話 然後,咬的屁啊,這麼久,不要哭了 聽他落地落地的 哇,這是很大的地方 很大的一個 市場和一個好處 我走完了 嗯,開始蠻多地吃吧 你好 你好,草莓比較好吃吧 每一顆的草莓,帥哥 每一顆的草莓啊 哪個比較好吃呢? 都可以,看你喜歡 招牌是這兩個 那就是 要幾個 一個三十,八個兩百 八個太多了 就這150 六個才太多了 這個,都要紅豆嗎? 每個一樣吧 這一個啊 你沒有吃過這個 多少啊 一把,謝謝 謝謝 謝謝 是甜品 找個地方吃 找個地方吃 那是個地方吃 來吧 四個不同的味道 用手吃嗎? 這裡用手吃 哦,這樣包裝的 很特別啊 看是什麼 我沒有吃過,第四次 哇,很好吃 第三個 剛才我吃應該是紅豆的吧 這個應該是紅豆的 我不知道哪個是紅豆的 甜甜 一口氣試試個 蠻高的 明明有草莓就吃了 小辣酸 黑芝麻 這樣的配法是有 草莓跟黑芝麻在一起 有蘑菇的 蘑菇的 都亂七八糟了 都掃一下 哇,怎麼台灣這樣都是好吃的啊 嘴巴的白牌啊 啊,手都白白了 上去好喝就成了 好的 我只有這後排 黑芝麻鍋 可以啊,隨便 多少啊? 六十 哦,這次用黑芝麻做的嗎? 黑芝麻就炒 然後再用蘑菇這樣 哦,好,ok 然後蘑菇就一起蘑菇 這就是我的經驗 吃,喝,喝 這也是很棒 Mate of sugar 用黑糖做的泡泡 用黑糖做的珍珠 黑糖做的珍珠 嘿,天空 你去哪裡? 蛤? 就這裡走走 走走 拜拜啊 OK 新年快樂 啊,這裡白白了之前 他把我拉掉了 哇,這裡也是有這個糕啊 有點跟芝加坡不一樣 狀眼膏 我已經逛完了 跟新加坡比呢 是很大不一樣啊 新加坡 天氣很熱啊 又超濕 怎麼有這個 講清爽的感覺呢 這裡很特別 廢話 對啦,說得很特別 因為我是外國人嘛 在新加坡 你們會感到特別的一次 每個國家 每個不同 可是這裡的東西 哇,太多東西好吃了 新加坡都跟這裡的 不一樣 吃的也不一樣 玩的也不一樣 在新加坡裡 吃得很飽 我真的吃得很飽 雖然看到我吃一點點而已 可是我吃得很飽 看什麼朋友可以認識的 我獨自身 孤苦伶伶的 所以我會一直會講 我會講 在旅行 我說每次談政治 也是很無聊的 所以趁這個時候 中國新加坡 就談一些比較 休閒的事情 所以現在是最好談一下 生活 愉樂 所以我會再見你 拜拜